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欢迎大家再回来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我是印尼的主持人钟莉莉 我是DJ凯特 好莉莉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聊的这一集主题 就是新著名来到台湾生活适应的心情 没错 那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 林采妮 哈喽 大家 大家好 的印尼 大家好的印尼语怎么说 阿伯伯伯 阿伯伯伯 所以听说林采妮是很多 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的一个 我们刚刚说她的工作经验很丰富 很丰富 对 像来到台湾19年 前面工作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现在结婚几年了 我结婚11年 纪念11年 所以对来说她是蛮认真 蛮努力的一个女生 才能在台湾 因为她把自己培养到这个程度 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对 什么程度呢 我们就请采妮来继续聊聊她的生活经历 像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先讲说 刚刚很多新著名来到台湾 不适应的地方饮食 对 像天气的部分 天气 天气我是不怕冷的 因为我在印尼的时候身体也是 很好 蛮好的 我对 然后我喜欢运动 所以运动不怕冷 所以她不怕冷 所以还好 她的体质蛮不错的听起来 反而比起其他的新住民朋友 你没有花太多的时间适应 这种外在的天气 应食 那我想问就是 因为现在听采妮的中文程度 真的讲的 算起来很好 很好 对 因为我听多 像印尼的本地人 她的口音蛮重的 但是林采妮 算起来是 你应该会 是还不错 我有个私底下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被误认为是台湾的原住民 有 好想 其实我在外面 那个什么 不是第一个 就是他们就觉得 你好像外国人 可是你可能是原住民 然后呢 我专打扮的印度 印度的话 他们认为我是印度人 我连去印尼店 第一次 我到现在 我那个朋友都还叫我 印度妹妹来了 印度妹妹来了 她说我是印尼 跟印尼 那时候我进来的时候就没有讲话 然后呢 她就是安静的拿东西 好像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哦这个 你是好漂亮哦 是印度来的吗 但是觉得又不像 对啊 她突然讲出一句印尼话 吓到你吗 哦没有 那时候她在表演 我认识 我认识彩妮是这样的 就知道哦 这也是来自印尼的家乡 家乡朋友 对对对 那时候是刚好表演印尼 那个印度舞 印度舞还是印尼舞蹈 因为那时候好像 豆皮糊吧 我记得 但是她的风格还是有带一点 印尼的风格 嗯 好 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 教学舞蹈的经历 我们待会再聊哦 那就 讲到刚刚那个中文程度的部分 那采妮来到台湾 你这样子中文算从零开始吗 因为你现在真的讲得很流利 其实我在印尼的时候 写了两个礼拜的中文 哦 才两个礼拜呢 是有些那种 仲介给你们一本对话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叫我们背嘛 我今天教明天都背起来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我英文很好 那个以前的那个 仲介的那个 那个什么老板 就是也是我们台湾人 他就刚好面试这样子 大家面试 然后就问你会英文 我说对 然后他直接跟我对谈英文 嗯 你有诸国国吗 我说我刚毕业一年 诸国怎么诸国啊 哈哈哈哈 因为有一些人是 你有诸国国 然后就是 可能就是做得不好 然后就回来 回来 对 因为我们有去过新加坡 或是什么 可是我是没有诸国国 我英文都很好 嗯 有的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会讲英文 因为我以前是读 那个 秘书系的 哦 对 就是接管理 接管理的那个秘书系 对 所以他也蛮要求这个外语能力 对 所以英文有要求 然后我是 我们在那边写校是 第一写校的 所以 就是我们进来也是有考试的 然后英文是 我们直接三个小时对谈 全部都是用英文的 哇 全英语对谈 全英文 这个朋友真的多彩多艺 他多彩多艺 他蛮厉害的 所以来台湾的时候 应该是说我 有一眼天分 语言天分 对 然后后来来工作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跟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真的不喜欢跟英里人相处 为什么 这为什么 很多 很多都会想说 要找家乡的朋友 才要 对 对 那个亲切 我不会 为什么 第一个 我每次碰到的同乡的 每次都这样 我阿嬷真的好漏梭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不然的话 等一下 那个有 那个什么 就是 一起打电话回家 然后 我觉得 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烦死了 你自己工作 来这里就是工作 你要任命 你钱 在英里工作 哪有那么多钱可以领 是不是 然后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对你 对老板好 他也是会对你好 我是觉得 你对人好 人家再会对你好吗 要做给他们看 你再会轻松 你没有做好 他唠叨你 你心里也伤心吗 对 对吗 所以我是觉得 然后你同样跟印尼人 他们跟你嗨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有多了一个负担 为什么 我要听他的 那个啰嗦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大家互相抱怨 那个负能量 对 负面的情绪 会越来越大 我们都会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他讲了不好 可能下一个可能又更不好了 为什么 主人对我这样 然后会比较 对对对 老板会对我这样 老板对我这样 对 会比较 这种负面的情绪会传染的 对 所以彩尼要用他的经验跟大家说 你就正面去突破他 对 然后我以前也不会常常打电话回去 为什么 很独立 因为我就觉得打电话回去都买一次都是这样那一句 我是觉得一个月固定的一两次打电话回去 有固定的时间 对有固定的时间 然后寄钱我也不会每个月都寄钱回去 我都是两三个月 刚好你可能一个月本来想要寄五千块 那我三个月寄一次 是不是一样呢 是不是很大 对 然后呢 我去的费用有一个费用而已 对没错 对 这样子第一个省 然后呢 你一次给他们都是一大笔钱 他们也开心 也开心 就算他们中间跟我要钱没有用我也不会给 哦 他有个性 真的 因为我觉得 家里永远都是钱不够的 哦 对没错 就是其实简单的嗨一嗨 看你能不能给他钱 可是我觉得 我们的是在这里是新股钱 对 你在那边也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是协助你的 不是永远都是要帮你 给你钱的 是 虽然飘洋过海来台湾的新住民朋友 大部分都是为了帮助家庭 可是 所以 也是要有一些比较有调理的方式 这样子 我觉得采尼的想法很好 对啊 但是采尼来到台湾 他实现了他想要的梦想 真的 你觉得吗 其实梦想 其实以前也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当舞蹈老师吗 没有想过当英语老师 对啊 没有那种梦想吗 没有 没有 但是你已经 他现在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不觉得那是 已经就是我的梦想吗 其实 也没有 没有 我是觉得以前刚来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室就呈现了嘛 可是那时候是因为以前也没有什么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我是自己自己来这里就是自己开工作室没多久 因为不到半年我就自己开美容院 然后那个在家里这样因为我最主要是可以顾到小孩然后可以帮我先生翻译 因为国外的越南跟菲律宾秘密都是我在处理 所以我们是没有有脱过公司 可是国外的联络都是我在联络 公司只有帮我们做文件而已 然后那个时候他小孩 因为我先生有小孩那小的两个在六年级而已嘛 所以需要帮忙 就是可能协助吃饭啦 所以先照顾家庭为主啦 对 以家庭为主 所以我都是开美容院 那那时候后来大概就是结婚两三年以后碰到了那个就是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来我店里 就这样子 有这个 有这个契机 对 所以我以前向我去考征照 都是自己找 自己找老师 然后去问人家 向考家照也是一样 我去问我老公的同学 也是在那里 我就去走路 每天都去走路去考 就是去学 所以蛮有心理的 考家照 我觉得也很有毅力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来 再知道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有让你去考家照啦 然后让你去学这个那一个 然后很多信息你可能要去考征照那一些 现在是比较好 以前真的是这些信息 我不知道从哪里问 对 好 彩妮就是那个时候也透过我们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有一些讯息的披露 才知道 那其实就是这方面的资讯 这几年来这样子的管道是越来越多了 对 好像可以帮助得到新住民姐妹 对 像以前我们都没有这种 钢买原不会的 对 然后他们也想要学习一些财艺 财艺啊 或是要考驾照啊 或是等等都会有 这些都跟我们这些新住民朋友的生活适应都很息息相关 对 没错 其实学习这些去上课啊 去考什么证照啊 考驾照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们快速的 更快地融入台湾的生活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先聊到这边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